前一段时间,娱乐圈里很多涉及商圈的明星都出事了,比如说黄小明,还有赵薇,说起赵薇,从刚出道环珠格格成名以来,不久就要闹出点事情来,但是每一次他都能翻身,很好地解决掉不利自己的事情,而且事业上也是越发的红火,但是在这背后,爷爷有着不少的靠山相助吧。 赵薇的好朋友,除了马云,还有很多都是有来偷的,不得不说,赵薇最大的靠山,就是他的干妈了吧,林宁,也就是王健林妻子,王思聪妈妈,其实在前几年,赵薇晒出和林宁的照片的时候,而且说,母亲节快乐,所以就有很多人猜,这林宁会不会就是赵薇干妈? 不过赵薇确实很厉害,和这么多商界的大咖们关系都很好,不仅和马云的关系不错,还有王健林家也是关系不浅,这个也就能说明王思聪是这么多明星,但是就是不思赵薇了,这样说吧,一个人如果求到只剩钱的话,就是王健林了。 他说了小目标一个亿的段子,王思聪也经营了几家公司,而王家最低调的人林宁,不是一般人,背景是绝对想不到的。林宁现在是林氏集团董事长,家师也是相当显赫的,林连璋他的父亲,参加过淮北战斗,淮海战役,渡江战等等,获得三级解放勋章,还有三级自由勋章。 去世后,葬在了南京功德园,要知道这里可都是大功臣,没想到吧,林明的家是居然这么厉害,是他没有靠着父亲和老公,如今虽说有五十多岁了,但气质比明星还要好,非常的高贵,话说,王思聪也快三十了,他老妈却是越来越年轻。